2018年我们会这个审慎乐观 而且有信心的让他赚钱 那也希望能够回馈给股东 才说好的要让股东赚钱 没想到方法却是透过组织在优化 宏达电汇行桃园 宏达电桃园厂大门拉起抗议部条 痛批宏达电2日无预警宣布组织优化 预计9月底前缩减桃园厂区制造部门 1500名台湾级员工 目前宏达电全球员工 总数约6450人 估计裁员幅度高达23% 3年前跟3年后 今天他讲话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他只要说要大量证员的时候 就是准备裁员的 员工计押不已 因为宏达电去年9月以10亿美元 把代工部门嫁给Google 当时王雪红亲上火线是这样说的 准备裁员呢 我现在正在大量的找人 说好不裁员还在今年4月1日 启动全面调整薪资结构 没想到调薪才三个多月 基层长区员工就面临要走人的窘境 宏达电一开盘 股价走弱下点1.2元 跌幅2.1% 9.30分更是大跌2.4元 创下两年来新低 记得部门已经卖出去 卖出去所谓他任列第一季 是25.7 但是任列第一季25.7的时候 股价并没有 市场上并没有给他涨升 大家看的是展望 翻开财报平均股价从2011年887元 连年下跌至2018年第一季 只剩62.9元 转型段位求生宏达电说 未来要重压VR平台及5G市场 风行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 因为估计我们是给他拍拍手 在中国要投资十几兆 十几兆 那我们台湾每一个 每一个这个电讯公司 都要投一千一千亿嘛对不对 所以这个市场是倒是可以 面对产员 宏达电说一定会全力协助安排 被资遣员工转业 曾是台湾之光的宏达电 下一步该怎么走 考验王雪红的经营力 东森 财经新闻综合报导